面对问题解决危机 大家好 我是危机女王许胜梅 当你站在人生和事业的最高峰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你的医生告诉你 你罹患了癌症 你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么样的打击呢 可能有些人会怨天尤人 可能有些人会一蹶不振 可是也有人 非常勇敢地面对了自己健康的问题 他甚至于帮自己办了一场生前告别式 透过对生命的坚持以及努力 他逆转了人生最大的危机 他不但重新站上了人生跟事业的最高点 而且他也把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分享给非常非常多的人 而且也帮助了非常多的人 我觉得他人生的故事呢 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今天危机女王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一段 惊心动魄的人生故事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 我仰慕他很久了 他所有的著作 他的影片 他对生命的概念 他对健康的坚持 不断耳熟能详 来 让我们欢迎尤峰公司的创办人 慕容老师 你好 你好 终于见到你了 大家好 我觉得慕容老师对我他非常的恭维 他好像压力很大 怎么会怎么会 因为慕容老师我相信你的粉丝非常多 包括慕容老师在毛起来聊这个节目当中呢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单元 就提到不同面向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知道现在健康养生这样的一个课题 是全世界最火红的一个热门讨论的话题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又随着医学的进步 我们在健康养生以及健康的观念上呢 其实也要与时俱进 所以慕容老师就是站在最前线 而且我前面已经讲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考验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无法承受之重 但是在看了慕容老师的著作 以及她的人生故事 我发现这个女生真的了不起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打倒她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慕容老师的人生故事 她是在人生的最高点 怎么说这个人生最高点呢 我们都知道您过去是在药厂工作 而且各位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工作 而且成为女强人并不容易 所以她在40多岁的时候呢 工作各方面都非常顺利 你可以想象一个光鲜亮丽的女强人 那可是呼风唤雨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人生最高最高的地方就突然被打趴了 因为她生病了 来聊聊那段过程 你被医生告知 得了癌症 当下心里怎么想 其实我觉得我这场病听起来惊心动魄 会好是因为应该我可能少跟精 我觉得上帝很公平 就是说他给你一个联考的科目特别好的时候 你其他的事情也许比较顿 那我因为自己本身做医疗的嘛 我就很偶然的状况下被检查出 就是子宫颈的病变的时候 40岁那一年才零期 所以我就觉得零期 啊 休瓜仔细 反正现在科技这么的 这么多发达了 那我们就做个小手术就好了 那我问医生的第一句话是 那我多久可以开始恢复工作 医生就傻眼 然后就想说 他说你起码要让自己休息一个月吧 我说这么久 然后他就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就是你生病 但是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我只是生理期来的很不正常 那后来就是做了追状切除了之后 我就真的休息 但是我其实没有休一个月 我就休两周 你该不会也在家工作吧 我相信那两周你应该也不会 就是乖乖待在家 可能在家还在联络很多的事情 对 但是那个年代 不像现在的line这么发达 就是还是工作 这样子再继续工作了之后 其实刚开始我室友回去复诊都 那复诊就是每个月 然后半个月 然后就是每个月三个月六个月 可是到了后来了第三年的之后 我就很疲啊 我觉得我现在都很好啊 春红齿白的 你就完全没有觉得是什么大事 那些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往欧洲跑 一直飞德国 叫往返 后来哪知道就是43岁的 过了之后 到了44岁 人家不晓得有什么红四要特别注意啊 真的啊 真的吧 有这个说法啊 听说吧 反正我就中了 你44岁那年 你都有定期追踪啊 我就到43岁之后啊 你看多贴齿 就贴齿嘛 所以44岁你被医生判定是 是几期 就是三末 天哪 才三年的时间了耶 对 但自己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被发现的时候 其实是生理期不太正常 就是出血量很大 那我一直以为我可能是非欧洲 我太累 就是时差 你知道最难调的时差 就是欧洲的时差 六到八个小时 很难调 我以为是这样子 结果后来就是在我从德国回来 在杜拜转机的时候 哇 那个就是一发不可修拾 你应该有警觉了吧 这不正常 我知道不正常 但我想说我要回台湾 再来处理 来到回到台湾再说吧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当我要下飞机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下去的 因为要有救护车来接嘛 然后我还蛮RQ 所以我觉得我病好 是真的少跟金 我那时候想说 哇 我这辈子 第一次这么尊贵 有一台车在停轻坪等我耶 你应该坐轮椅出来的吧 对 就是坐轮椅 是吗 对 然后就是被扶的就这样出来 然后上了救护车 就觉得自己尊贵嘛 但是是 你觉得自己尊贵啊 你有害怕啊 其实我就是可能不知道怕 所以我整个生病的过程 我觉得会好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比较RQ 而且我还在家里面卖菜 我知道自己病这么凶的时候 我要去吃一些生机的饮食 可是这些这么大量的菜类 去有机店买 我又没有那么多精神 所以就开启了我 自己种 没有 找人家种 气作 因为自己种不动了嘛 那时候非常惨 找人家种 我就开始找一些有机店的 那个蔬菜上面都有电话 供货商是谁 所以我那时候还买一个冰箱 专门放这些菜啊 苹果啊 蔬菜之类的东西 后来我们家看户看到就是 哇 我居然买菜怎么这么便宜 然后他就说 那个小姐请问一下呢 在哪儿买的啊 对 我们家如果要 可不可以跟你买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 那这样子我都会用的 比较新鲜的菜 我说可以啊 没问题啊 隔天 他就自个儿带秤来了 带了秤了之后 我就发现我们家看户越来越多 因为看户其实是很辛苦的工作 我说如果能买到这么便宜的菜的时候 大家都买我们家买菜 你真的就这样子开启了你的健康事业吗 呃 话又说回来就是这样弄一弄了之后 我就是我的注意力会被那个会被分散 很好很好 所以我就大开心一些 对 那后来就是我在这样子注意力被分散了之后 那有一天就是看到一本书 叫做《阿纳斯塔夏》 这本书非常的特别 它现在翻译成大概几十种语言了 然后因为这本书的诞生呢 其实全世界产生了非常多的养生村 就是自给自足的养生村 那时候我看到就是这本书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那才是人过的生活 那我们这样一直忙 我觉得那是狗过的生活 然后后来是我真的太痛了 因为我其实会离开医院 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这样 要讲一下你的办法就是 其实我是一个很不乖的病人 那时候就是从飞机上被抬下来的时候 医生其实是要帮我去动手术 就是说要怎么处理我 那我那时候是坚持不让我的父母签字 那医生其实蛮不开心的 他们觉得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带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在身上 那然后该一次处理的为什么不处理 好 就觉得我像他说 你又不是没念书的人 那我那时候是一个孝心 我觉得自己做健康的指导 我觉得我自己活下来几率是非常低的 我就不希望哪一天我的父母亲 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 想到这个做手术的是他们签的 他们心里会很难受 我先问医师说 我几期啊 但因为我带的那个医院比较小 不是大的什么绒种啊 这些大医院 所以他没有那些核磁共振的设备 然后就说我要把你做切片才知道嘛 那我就问医生说 那你要怎么处理我呢 医生说我可能就是你的卵巢啊 子宫啊 树蓝管啊 淋巴啦 都要去做一些处理嘛 那时候我还想说 那本宫肚子的货不都没了吗 没错 都被拿完了 可是医生的观点他会觉得 这样子是比较保险跟安全的 但我自己会觉得 我这样术后的沾黏会很严重 因为空间上面这些自己搞医疗的嘛 会没有什么把握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说 我那时候是觉得我是不会好的 所以我就想说 就跟医生讲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回去陪我的爸妈吃 这辈子可能是最后一次年夜饭 因为那时候是要过年了 那医院到要过年的时候 其实人力也比较吃紧 他就会让我走 那让我回去了之后呢 就我就说 那就是你过完年之后的第一台刀 我来上你的刀这样子 然后就一去不回了 什么 对我就出了医院了之后 我想要搞清楚我到底几期嘛 所以我就跑到了比较大的医院去 再做一次检查 就做核磁共振 结果自己看了报告之后 就马上抬头 然后摸着自己胸前的十字架说 天啊神啊 你这是跟我来真的 因为我就看到 我已经蔓延到淋发了 我就觉得我机会是不大的 那我也不想 把自己隔得乱七八糟 所以那时候做什么呢 我就开始整理我的遗物 我觉得要把它整理好 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嘛 把它给整理好了之后呢 然后我就会去住安宁病房 然后最后整理到 让我真的是很爆炸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开始开我的衣橱啊鞋柜啊这样子 然后你就觉得 买太多 还是觉得还是少一件 就是就觉得自己很荒唐 就是人生是为这些事情在奋斗 有道理 对 可是病好之后买不买呢 买 还是买 还是买 现在不买更待何时 对就买的少很多了 买的少很多了 只是说就那个时候就会回顾自己的人生 你就看到说 人生跑马灯 对 然后就看到自己的荒唐在哪里 然后会一直去思考说 我如果现在走了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我知道怎么去安排 开始写遗嘱这样子 然后做申请告别式 就是在这个状况下 其实我离开医院了之后 我是没有任何止痛的东西可以用的 我就狂痛 那个痛是非常 难以形容的 就是你又痛又酸 然后又胀 所以就变成是 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治理自己的生活 就不能睡眠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捩点 让你从谷底几乎放弃自己 遗物也整理了 也要写遗嘱了 然后最后已经痛到痛不欲生了 怎么爬起来呢 记得那时候 我在家病得很凶的时候 是我一对就是医生的就是朋友 就是我的学姐跟学长 他们就是各自各自就是对我很关心 医生朋友就觉得说 哎呦这些这么活泼的女生 她怎么就突然之间就不见了 然后就跑来我们家先打电话 再压门铃 那后来医生来了的时候 就看到我没认出我来 以为是我妹妹 你就知道我多瘦 然后就问说 请问王小姐 哎呦 慕容是你哦 就这样 然后我那学姐就开始哭 说你怎么了 我说我生病了 然后我学长说 哎你自己搞医疗的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 那我就说 我可能自己是做保健健康类 我觉得生一场这么重的病 其实还蛮讽刺的 自己觉得很丢脸 就是怎么搞的 自己好像很懂事实上 懂是一回事 有没有身体力行去做 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所以我就自己很荒废 怎么过日子嘛 就每天的身体过度的去用它 他们看到我就说 哎呀要看我的报告 一看你的时候 他说哦 你不要开玩笑哦 我那医师朋友就跟我讲 他说哦 你现在自己这样弄一弄 自然疗法没有不好啦 但是如果你这样再弄下去 如果 他说癌细胞会跑得比较快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失去你 那我已经做好准备 就是我还问医生 所以我说 那现在哪一家安宁病房 做得比较好 我要去住那一家 好连这保险怎么理赔 我都安排好了 就后来 我医师朋友就跟我讲说 他说哦 他说你状况还没有那么惨 就是你可能 潘诚士推荐我去做一个日本的免疫疗法 然后那时候我不肯啊 我觉得说 免疫疗法都不便宜 我觉得我要把这些 遗产要留给我的父母亲 然后后来是医生一句话打动我 他说我跟你讲 这个做下去 你就会不痛了 突然之间我好像被 很多的固执那时候被开了一道口 我说真的就不痛了吗 他说对 但是就是我们抽你的血这些 帮你去做培养 他说可是这个东西是 是要做他体的 台湾还没有合法 所以我们要到日本 帮你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样子 然后就说打什么种 留疫苗啊 然后做免疫疗法这些 就那个年代 但现在就是台湾的 这个日本的分支机构 在台湾已经有了嘛 所以你那个时候 其实这是很先进的一种疗法 是没有的 是没有 你想想看 大概八九年前是还没有的 那所以那时候 医生对我很好 他说你第二天你乖乖的 你就要入院去 赶快把这个 犯患疗的这个PoA 就人工血管 把它给做了这样子 第二天来就是 把我的血液抽了 弄了什么的 他坐第一班飞机 凌晨四点多就来了 然后就 就是用比较特殊的管道 就把它给运出去 然后我就入院了 入院的时候就开始 做完人工血管之后 就做放化疗 就等我的这个 可以救我的东西回来 这样 可是在那过程当中 我放化疗一坐下去 其实我整个的腹部这些 我没有看过那个 有看过洗肾的病人是不是 他整个人就肤色比较暗沉 比较黑 那我就是就这一圈 我自己看起来 其实蛮触目惊心的 后来那时候就是桌上 有一瓶油 因为我们做保健的嘛 我从那时候跟油 结下不解脂炎 那那瓶油是哪来的呢 那瓶油就是 厂商拿原料来 给我们试的 可是已经过期了 当然不能吃嘛 自己知道 我就拿来干嘛 就拿来抹肚皮啊 抹肚皮 我大概抹两三个礼拜 我突然发现 我好像有慢慢 变白的吉祥 我觉得 这瓶过期的油 需要抹外面是这样 那我做放化疗 这个黏膜 受伤这么厉害 到底有没有用 然后我就 开始找论文 找论文的时候发现说 这个东西 它居然对身体这么好 这样子 我就决定我要用这个东西 那因为自己做保健的嘛 那我表面又在德国念书 那德国的自然医学 其实是商业保险是给付的 我说你就叫德国的这个药房 去把外面自然医学医生 有在用的这些品牌买回来 就寄回台湾给我 可是寄来的时候 第一次我的观念 在那时候被颠覆了 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吃也不觉得 不都是这个油就这个味道 那个油就那个味道 觉得油的味道都一样嘛 对 可是那时候来的这么多不同的 我就每一瓶拆开 我就怎么颜色不一样 气味不一样 然后口感不一样 我想这不都是 每一瓶都试 都要试 因为我打算要找一瓶 我觉得比较OK的油我要吃 后来那时候 找到这瓶的之后 我就去问德国人 就是说 因为其实沙吉这个油 它在那个 它在中国的北部 还有在那个 西伯利亚 对 还有蒙米都有 是 沙漠地区 对 后来我选择西伯利亚的 我会去用这一家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德国人 为了把这个油取得最好 他们把它最厉害的 炸油机 就是给它运到西伯利亚去了 所以它用的是德国的设备 那用了在设备的时候 从摘果一直到清洗到把它盛油 大概就是8到12个小时 是一定要做完的 那就很新鲜啦 我知道说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想要去多了解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买的油 就真的有差异性大 毕竟大自然的东西 加减不一样 是可以允许的 当然 但那它差太多的时候 你就会怀疑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任何东西 不论是食物 或者是水果 蔬菜 它在不同的地点 然后它做 就是在种的方式 它的雨水 它的风 它的空气 加上它的土壤 会影响吃进来的感觉 它的营养成分都不同 各位 对 新闻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那是因为我前阵 我研究了一堆是日本的水果 比方说这个梨 这个水蜜桃 或这个葡萄 它为什么要在这个地区 它再种出来那个口味 甚至连香气 对 都不一样 那更何况是油 因为我们今天讲 都是可以吃到身体里面的 不一定都是什么保健食品 或什么 我指的是各种 可以吃进去蔬菜水果都算 所以你这个研究真的非常深入 就后来我就是因缘忌讳 我就真的跑到产地去看了 而且跑到产地去看 很搞笑 我还记得当年就是 我从台湾飞首尔 再从首尔飞莫斯科 再从莫斯科去坐那个快车 坐到西伯利亚去 那时候你身体完全康复了吗 就是刚康复了 所以其实还是蛮衰弱的 对 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打着一个 就是假寻游之迷行玩乐之时 我想出去走一走 反正就是也是环游世界 对 你的寻游记就是这样来的 真的就后来就变成环游世界 因为慕容老师的寻游记 我们知道这本书超级有名 真的是慕容老师 真的用生命来写的 尤其是在大病出狱的时候 你决定去寻找它的根源在哪里 是这样 对 但是写这本寻游记 其实是一个因缘忌讳 是我找了第一只沙棘游了之后 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坐 只是因为东西差太多 我还记得当年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俄罗斯不是战斗民族吗 对呀 他们的宠物不是羊熊吗 羊羊虎豹之类的吗 他们连小孩子都是我两倍宽跟两倍高 你知道吗 太刺激 我觉得我到西伯利亚的那个列车上 我觉得我自己是Hobby的人 到了那边去的时候 我喝到了第一口鲜榨的油的时候 哇 其实台湾 感觉怎么样 你就觉得这不是油耶 是沙棘油吗 沙棘油 然后是鲜榨 鲜榨 因为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今天有 真的吗 今天有 一样的口感 一样口感 因为油这个东西 大部分会是做船啊什么 对 我们家油都空运回来 哦 缩短那个时间 对 尤其现在这个沙棘油更麻烦 它等会儿你可能会吃到 战火的味道 什么是战火 因为西伯利 就是俄罗斯不是跟 吓我一跳 乌克兰在打仗吗 我以为这油炸开来 没有 开玩笑 对 这是不容易 而且打破了一些迷思是 因为我们会以为油 不论多长时间 应该不会影响它的口感啊 功能啊什么 但是老师的意思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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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也讲究新鲜 是这样 对 人家说老酒新油 就是酒要喝年份老的 是 它才是对的 可是油你要喝 越新鲜的越好 因为油是会坏的 其实我们的那个身体的 这个脊肇的细胞 的细胞膜都是脂质做的嘛 那如果我们吃到的 就是我们的细胞大概一个月 它就会慢慢就代谢掉 细胞也有它的代谢周期 那新的细胞要生长出来的时候 它需要好的脂质啊 可是如果这时候 它的这个细胞的外衣是 盐酥基的油 或者是不太好的油的时候 其实我们全身不健康之外呢 常常喝到不好的油 会变笨哦 应该是说身体里面脏东西多吧 对 所以都是营养师教育我们的 因为它会很难排出去是 它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 没错 细胞膜也是 然后我们神经传导的 这个神经线的绥俏 最像是大脑 哇 所以大家是说不吃油 是会变笨的 是一点都没有错 这几年蛮多营养师医师 都会告诉我们 用了好油 对身体真的帮助很大 所以老师你意思是说 要让我来品尝这个 要 一定要 就是有蘸火味道 对 因为那时候西伯利亚跟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很厉害的 我们家的油王 沙子油 对对对 来自西伯利亚 对 而且是汽作的 而且跟陈吉思汗 有最近的距离 还有王昭君 你老提王昭君 但我比较喜欢陈吉思汗 老师一边告诉我们怎么 来 那怎么品尝 来 我先给你一个瓷的汤匙 是 这很有意识 对 一定要 最好是用瓷的汤匙 对 最好是 品油的时候 对 那我就先给你试试看 我们家的油王 油王 对 沙集油 对 这个沙集油 其实通常在我们品油是最后一道 因为你吃了这一道油的时候 其他的油你会比较吃不出来 但是我们时间有限 我以为说我喝了之后我升天了 也不需要喝其他的 油王啊 我好期待喔 我好期待 因为我对沙集做了一些功课 那我们品油是 品油的方法就是 是怎么弄 不能马上吃 它有三道 第一道就是我们的笔腔 第二道 要先闻 第二道是我们的味蕾 在我们的口腔 最后一道是在我们的喉咙喉悦 慢慢的吞咽 对 所以它会让你 我懂了 它会让你有 我会发抖耶 很惊艳 好 各位看一下 好的沙集油就是要这样 是这个颜色呀 对 它是鲜 有点鲜红色是吧 对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先闻闻看喔 它就是有蔓越莓 百香果 还有副盆莓 对 为什么是 为什么是这样的颜色 就是这样的味道 因为它是水果油 可是我的想象的沙集油 是就是油的那种味道 它不是它没有油的味道 它就是果的味道 就先炸的才会是这样 而且 有莓果味道 有莓果 非常香 你知道早上如果加在那个 优格里面吃的话 沙拉 就升天了 那真的就升天了 哇 好棒喔 它味道真的很香 然后呢 闻到了之后呢 然后你接下来 你就可以真的就这样吃进去 吃进去 直接吃 因为这个油会很轻 它会不太像油 它不会有像 一般油像黏黏重重的 好 在口上 要在舌尖上 对不对 其实我们味蕾分布不一样 对 你都是可以整个的喉韵 滚一圈都没问题的 好 老师 我吃进去之后呢 就没有那个 莓果什么酸酸都没有了 感觉就是油了 油了 对 没错 就是油的味道了 但是 你会隐隐约约的 会感受到 它有第二轮就是 蜂蜜的香气出来 它有一种甜甜的香气 但它不甜 它就是有甜甜的蜂蜜香气出来 而且是很低调的 如果老师没有提示 我只知道就是有一个 一个味道 的确有蜂蜜的感觉 对 还有蜂蜜的香气 是在我 下指唇这个地方 因为我舔了一下 所以它有那个淡淡的香味 对 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想 我们提到沙吉呢 粉丝朋友不会陌生 对 那是因为大家对沙吉果 比较了解 可是其实 我后来才知道 沙吉果跟沙吉油 不一样 不一样 摧取方式也不同 是吗 对 老师你是每天都会 都会喝一点灰汤吃 其实这些保健油 我是每天都会吃的 保健都很香 对 然后你等一会 我说到猴韵嘛 有 它会有一种花的香气 会再冲上你的鼻腔 所以就慢慢一边聊天的时候 你就觉得有一种花香 一直跑到你的鼻腔 就是口腔里面有一个香香的味道 说不出来的一种香味 它甚至于你说花香啊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比较厚 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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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像是一般那种 那种所谓淡淡的花香 对不对 对 它才会冲进你的鼻腔 因为其实要闻到花的香气 是鼻子在感应你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味道可以浓到 从你的喉咙冲向你的鼻腔 你就会有花香的香气 我是不好意思在这个镜头前 一直舔这个这个汤纸 这样也怪怪的 但是因为我这样子喝 因为它毕竟还剩了一些 在里面 它一直持续的都有 你闻的时候 它就是莓果的味道 对 百香果啊各种果类 然后进到你的这个舌尖的时候 它就焕发成不同的气味 对 但是老师 它为什么这么神奇 是只有这一款的沙吉友 是这样子吗 其实沙吉友是 我当年发现它的时候 对 就是有一些神奇的经验嘛 那我就找论文 找到论文的时候 就发现就是说 原来它是有几百种的营养成分 也就是说 它又称为就是沙漠圣果 因为就是唯一一个被带到太空去 给太空人士的食物 所以它的这东西 让我觉得非常的压抑是 它的营养成分 它可以让我就不要 再去吃维他命丸了 因为维他命丸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地力不如以前 一定会补充一些保健品 可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你就是 这个也是 那个也是 你就一碗饭 我就是那样 过去很喜欢吃C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有很多C 是化学合成的 也就是你在吃保健食品的时候 它是不是够天然 也不知道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就这几年 大家也真的就是 比较强调是 比较天然 但是又话说回来 我为什么对沙集 这么情有独钟 我们又为什么前面提到 王昭君家 这个陈吉思汗 是因为 这是有一个历史根据 就是 大家知道元朝的创始 这是陈吉思汗 他们在沙漠里面 这样的一支部队 他们也是唯一去征服欧亚的 各位去想 从这个沙漠 在中国地区这个地方的生活 到你要进到欧洲 或者是这个更远的地方 其实气候风土 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你的这个 当然当然你的战斗力要很强 可是你健康素质要很强 为什么 因为在沙漠地区 他毕竟没有蔬菜水果 常年他们都吃的是大肉 没有鱼 是肉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来提升他健康的素质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 他们根据文献去做这个 证据是说 沙集当时帮了很大的忙 因为他刚好也生长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因缘际会 慕容老师提到像沙集有 他又比你知道了沙集果 其实又更不同了 对 对 其实做这个沙集果 油王耶 做这个沙集果真的就是说 他就是先把它变成果泥了之后 然后再来去冷压去萃取它 是萃取 那萃取它的时候 这样前期阵子 有一阵子非常流行 就是喝沙集果浆 沙集果浆 沙集果浆 沙集汁这一类的 但是我自己比较没有去吃它 是因为它比较酸 我是不太耐酸的人 所以像这个油的东西它就是从这当中做出来的 它没有那种酸气之外 它的营养价值会更为完整 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吃维他命丸的话 其实它几十种成分很多了 而且都是大部分是化学合成的 所以我们每次吃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说 我怎么排出来的这个尿液都有药的味道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不认识化学的东西 它会一直排出来 可是如果说我们用的是天然的 特别是沙集 它很多脂溶性的维生素都有 因为它就是油嘛 什么ADEK 什么叶黄素 什么它都有了 我就觉得那我就 我不要一碗了 我就每天吃这个就好了 那以前人说 什么少油少盐少糖 那现在证实这样子的 旧式的这个饮食金字塔是错的 也就是说少糖是真的要少糖 但是我要讲一下就是 大家很难就是说没有 就是我都吃家里 不可能 我们一定是加减吃外面 你说人生没有盐酥鸡 没有这些东西 它也是非常的悲催 你知道吧 不吃甜点很悲催 所以怎么办呢 吃 但是用这一些把它给排出去 刚刚慕容老师提到少盐少油 其实那个少油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早期妈妈都还用猪油在炒菜呢 然后到了中期 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沙拉油多夯啊 是不是 家里有一罐沙拉油 都觉得了不起了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到了现在我们都吃橄榄油 也就是说还是要有油 只是你用什么油 是 它对身体的影响是差别非常大的 那前面特别提到沙捷油 我品尝的真的厉害 孟隆老师 还有一种啊 我也是听这个 刚刚孟隆老师说 德国黑种草籽油 它是什么 你这么内行耶 呦 我有上油风上面 我爱做功课 真的 我觉得跟 我又这么喜欢油 你知道吧 幸福就要油然而生嘛 是吧 是吧 那我们来环油世界 来 我们来品尝一下 这一个黑种草油 这到底是什么呀 它其实 它是我找到的第二支油 它就是草籽油 我觉得 对 我觉得很厉害 它就是长得像蒲公英一样的花 然后它这些花瓣掉了之后 它的那个脂肪里面那个籽 是很小颗的 是 那个炸出来的油 所以它这个花叫做黑种草 然后它的那个籽就是黑种草籽 那我当初会去找它是因为 对 其实肿瘤很怕复发嘛 对 那我复发一次我就已经 就已经快死了 我要是再复发 不得了了 我就会去跟上帝喝咖啡 就有天堂见了 对 它不忌讳 没错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听人家讲说 有一种油 它除了死亡不能医治 它能战胜任何极品 你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真的做了很多功课 结果它是在法老的墓上 墓里面被发现的 真的啊 真的 埃及法老王的墓 我知道埃及这个有很多的 真的知道 他们几千年以来的智慧 是蛮厉害的啦 就是古文明嘛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帝王他要 他要去盖林墓 是因为他要把它生前 他认为最好的东西 他全部都要收在这个 放进去 对 放进去 然后就意外地发现了 黑松草籽这个东西 是在这墓里面发现 在墓里面发现的 然后才知道就是说 原来它是非常强的 天然的免疫制剂 而且几千年前 法老王就在用它 作为养生 对 提升健康 对 先看看它 这个油它是什么颜色的 它是金黄色 我们看看 先闻 金黄色 所以它应该有不同的气味 你有没有闻到 有木头钓的香气 真的耶 非常强的木质钓的香气 有 对 它其实这个就是它的 抗免疫的物质 哇 有点像那个 因为我对金黄蛹 蛮有研究 有点像雪松 我真的觉得你好好做 别人的特质喔 好有喔 雪松对不对 雪松很珍贵的 而且是那种要大西洋雪松 因为雪松的品级不同 对 它味道不一样 很醇厚 很醇厚 没错嘛 对 然后这一支油呢 它就是当成天然抗生素用 喔 我们是不是吃了抗生素 其实我们整个胃肠道的菌 会被团灭 是 但是这一支不会 你吃了之后 你的肠道的菌还活到好好的 所以当我们身体不舒服 要用到抗生素的时候 这一支油完全的可以取代它 哇 这难怪是法老王 因为我们现在会生什么病 我们现在会有什么问题 古人也有 对 是吧 但是古人恐怕没有像我们 可以有这么好的医学的照顾 但是他们怎么样来照顾自己 所以这一款油就是他们用来抵抗 身体一些状况 所以嘛 就是说可兰经上说 除了死亡不能移植 它能战胜任何疾病 我因为这样我就跑去找这支油 所以这款油是在可兰经上有特别记载的 有特别记载的 对 我们先闻一下它有木质料的香气 对不对 对 很醇厚 刚刚那一支沙棘油呢 我们是吃它的综合维生素 还有比较特殊的Omega-7 对 那这支油呢 我们其实是吃它的百里芬 百里昆 色香青芬 就是吃它的这种免疫物质 我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了 但是你这次吃下去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就是先到舌头上 没关系把它挪在舌下 然后你的唾液会分泌 你再慢慢跟着你的唾液往下吞 很特别 好 我们吃到这个闻的时候有木质料的香气 然后接下来到了嘴巴里面去的时候 其实它有那种吃羊排的时候的那种百里香 对 它有百里香的味道 有 我一讲话那个味道就会出来了 就冲上来了 对 最后为什么请您要就是用一点您的唾液跟着吞呢 因为有些人喉咙敏感的时候 其实它到了喉韵会有胡椒的嗆辣出来 我正想讲它有一点点嗆的味道 刺刺的 是 这一支其实做料理 虽然讲到做料理很奢侈 但是它可以让你家的台式料理 突然之间一跃变成欧陆料理 很特别 有 现在还有那一点点嗆辣的味道 很厚 那这个做什么最好呢 配咖喱其实最好 味道不会叠了吗 一点都不 而且它让我们咖喱的风味更为的多变跟浑厚 真的好棒哦 今天光是这两款都打破了我们对油的迷思 但是孟老师在提醒粉丝朋友 通常我们都用来就提升自己的健康了 所以不论你是要加在自己的日常饮食 然后刚提到像咖喱啊 像沙拉 像甜点啊 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一个 其实健康素质越来越弱 因为工作太忙压力太大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比如说早上或晚上就是一汤匙小小的 就直接这样子 它是不是吸收的更快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吃法 但是刚刚讲的是花式吃法 就是它每天这样吃 它当它无聊的时候 它可以变换 或者是小朋友 小朋友你要他吞个油 不论有多香 它可能都不行的 妈妈就可以加在食物 对 但是很妙的是 我们的这些油的大户 其实是小朋友跟毛小孩 毛小孩 对 它们的味蕾其实很纯净 对 毛小孩也愿意吃吗 非常爱 非常爱 所以就是小孩 我们不能输给毛小孩 对 它们就吃的时候会非常的 就是当动物自己生病的时候 它是知道的 它会去找一些对它身体有用的东西 那特别这些油吃的时候 它们的饲料都会吃光 像是台湾比较潮湿嘛 毛小孩是不是很多皮毛上面 会有一些皮肤的问题 皮肤的问题 对 吃它是非常好 那所以我们很多的毛爸毛妈 就是自己吃了之外 就是会照顾它们家毛小孩 其实呢 虽然老师刚刚是说 它容易神经大调 我觉得这是客气了啦 应该是说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 当这个严重的疾病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 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让自己能够对抗疾病 所以老师刚刚带给我们很多 真的蛮棒的一个观念 尤其特别提到德国 他们在健康养生或自然疗法这方面 德国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进别人的一些养生方式 然后帮助自己 你知道呢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老师要为我吃面包 好 那我们马上来喔 面外煎美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除了运动 喝水 吃饱睡饱之外呢 就像是每天给自己好的油 我每天当中吃油 最大量的其实就是烹饪 所以建议大家 好的冷压 那出价橄榄油 要给它好好的用下去喔 哇 有没有看到 你知道吗 现场这个可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呢 这是亲手做的面包 不是满来的 是我们一个同仁的爸爸 不是妈妈 是爸爸亲手做 因为妈妈爱吃 爸爸的爱心做给妈妈 问我老师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到这个橄榄油 就要配一下面包 或者那种饼干 或什么 来 怎么吃 我已经等不及了 来 反正我们把这橄榄油打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倒一些在盘子里面 你一边倒一边告诉我们 橄榄油是不是有很多的品级 就是它的等级差很多 差得非常多 是啊 金黄色耶 对 但是呢 品油湿不能用颜色去判断 所以我们的工具 这个品油杯 它必须是有颜色 不能影响到品油湿 用颜色去判断油脂 不是用颜色来分 不是用颜色 它一样就是用这三个地方来选 气味 气味 然后再口腔 然后 味觉 对 然后还有就是猴韵 好 所以好的橄榄油 它是要有点 有点苦苦辣辣的 苦苦辣辣 要有辣 到猴韵要辣 是啊 再多分才是够的 今天真的长知识耶 我们加一些 好 然后今天是吃这个很好的特级蓝牙出炸橄榄油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吃 黄金玉土 对 那如果说 还有再加点油醋 那就更好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子就品尝 因为 其实今天这个面包 我觉得很棒 很棒 就 是没请吧 我们就用手来 我们就直接 老师开丝 就开丝 开丝 那我们就一人一脚 我们 什么就野蛮一点啊 老外不都这样子吗 是吧 直接把它剥开 因为 其实撕开那个面包 沾一点那个橄榄油吃 感觉很棒 光是这个面包味道就很棒 对 手做 因为它像这个纤维才会 有有有 而且这面包好韧 对 QQ的 我们就直接这样沾了吃就可以了 是 所以平常我们在家里面 其实就是可以这样子吃 比如说早餐呢 或晚上想吃点什么来着 你可以吃到它的那个 花香跟果香的橄榄油的味道 对 而且这样吃 你不会觉得太辣 不是很一样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平如是在平油的时候 它必须侯韵是要辣辣的 那个是比较好的橄榄油 然后香气啊这些 但我们今天 配食物来吃的时候 这个时候吃油就 很多人这样吃油是可以吃的 而且这是一种 非常高级的吃法 嗯 沾油吃 你会让这个面包吃起来很温润 老师 这个油是不是也是有一点点辣辣的 一定会 有 有多分就一定会有一点辣辣的 有 我甚至觉得它有一点点那个 有点像芥末那种 那种辣 但又没有那么辣 有一点点 因为我们的多分类多啊 所以你如果感觉到 它就是像芥末的那种辣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橄榄油等级挺高的 嗯 是这样吗 就多分很多 对 才会有这种味道 对 其实橄榄要去吃的是它的 嗯 多分类跟 橄榄多分跟一些抗氧化类的东西 嗯 可是 外面在卖橄榄油的时候 特级冷压出价 特别难 嗯 因为 整个橄榄油的造假太大了 橄榄油还会造假呀 噢造假的凶啊 那那个假的橄榄油是哪来的啊 都是产油果出来的 嗯 就是等级比较低劣也是这样吗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嗯 其实我们看三大产油果 嗯 最多的是西班牙接下来意大利 然后接下来是希腊 可是造假最多的反而是 小小声讲 反而是意大利 为什么 因为接意大利的标签 这片油可以卖的最贵 哦 嗯 可是我们就会一直很迷信 就是意大利意大利的牌子啊 可是意大利的它不够吃 它就会从西班牙从哪里进啊 那比较 混充是意大利的 对 那比较更是要亲民一点的时候 他们就从非洲沿岸收 嗯 收这些橄榄果 来去榨 但是我觉得 只要是好油 其实在哪里 反而我们品油师不是太介意 嗯 真的介意的是它到底是不是特级冷压出炸 嗯 这就很麻烦了 特级冷压出炸 它极其珍贵 尤其是早摘的 早摘的就是大概在九月左右啊 那时候橄榄果刚熟啊 它就小小颗绿绿的那种 就属于藻栽 那个藻栽的现在几乎买不到 非常贵 太珍贵 因为你要很多的橄榄果 你才能够榨一瓶藻栽的橄榄油嘛 是不是也特别贵 特别贵 嗯 然后这种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 哦那这个绿油就是特别贵 所以就会用化学的方式去调它的颜色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 看来我们这集维京女王呢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现在人很在乎自己的一个健康哦 很多人真的就是不太在用那个以前的油了 对 多半是会用橄榄油 原来橄榄油有这么深的水 也就是这里面其实学问非常深 而且不是说这橄榄油 哦意大利的OK的 不论它多贵 你都会觉得这是不错的 但是老师已经提醒大家了 你还是要去注意 就像刚刚讲的是它的萃取 然后等级 或者是 总之学问好深呀 但是如果你很担心 然后你又觉得说 想要进一步的了解有关所有的油品 包括今天老师介绍 像油风里面刚刚特别提到的沙吉 还有那个德国 你喜欢的 德国黑种草 这好特别 因为它的味道就是我刚刚说的 哇有一种雪松的那种感觉 好棒哦 再加上我们今天品尝的这个橄榄油呢 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知识 但是我觉得粉丝朋友应该觉得不过瘾 对不对 一起讲不完 来来来来 要怎么样找到我们的慕容老师呢 来 我们这边其实有我们的QR Code 这边这边前面 大家呢就是拿手机扫一下 那这个Lite呢 我们一周会有两天的油知识 给大家 那就是都会有知识 但是加入进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每个礼拜都会有油的这些知识 那甚至就是说有任何问题在上面发问的时候 嗯 我们都是会亲自回答 因为都是有真人服务的 哈哈哈 太棒了哦 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维京女王 好我们这个粉丝团底下 好好来留言好 然后你也可以请教慕容老师 你对于油的一些概念或分享你对健康的知识 但是慕容老师常常呢告诉大家 你知道吗 其实幸福生活呢 是可以油然而生的 可见油对我们的人生有多重要 我不相信有任何人 你的人生是离开油 你要吃东西 是吧 对 你就得有油 你说老外 欧洲人美国人任何地方 他们也需要油 所以其实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它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 我们今天真的长知识了 谢谢 慕容老师下次再来好不好 希望 来开一系列的这个油品课 告诉大家新的这种健康知识 来帮助大家好不好 你们有机会 我谢谢了 谢谢大家 大家都要幸福哦 幸福 不要忘记了 准时收看我们的危机女王 谢谢慕容老师 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拜拜